这次大火,恭喜台塑化炼山场 楚潮破了高2.9米,宽60公分的大洞 引发丙溪外泄起火爆炸 目击的加油站员工说,好可怕 我听到砰一声,巨响 经见一团火球冲上云霄 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我心想这下死定了 这是你凌晨一点钟 其实我跟你说,刚才有来宾说 这交给中阳政府,所以其实中阳政府也没得到处理 这些怪书已经变得很大了 已经没得到控制了 队企说现在下冷冷,整个都停了 整个做一种检查,不可以转远众、转远众、检查一年分、几百 那些都没效了 你把它想看看,一间这个唱歌 刚才就会认识,三百九十几支圆档 六十六 那是你看得到的 你还会记得,港口游庭码头 渡假公园、医院,你看不到,看得太大了 如果连那些就做不到 你中阳政府是在同事 当初开了,你中阳政府叫他做的吗 也没有 所以这已经没得到 这种问题已经造成一个很大 你买一下一次,我先整个做就停 但是,又是同样的 这跟郝隆斌跟杨西安,同样的 你中阳政府敢叫六千公,你给我停起来 不然这样下去,不得了,不敢 尤其现在选起的时候,他现在左右为难 开始刚才在玩没法,要怎样去玩这种问题 但是我认为,未来比六千更严重的有没有 跟我们讲到,何人的力,何事的力 好,这等一等一讨论 我是跟大家提醒 说,哪有可能 两天只能这么破 两天又有双才破,破这床这么大床 你怎么知道当时他又要破 能够不全面停工吗 那现在我们再来关心 就是说,这个政府 他对八世世年的关心是什么样的态度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专家跟原子能委员会都说 核氏最好是停工 为什么,核氏是核子弹呢 不然会这样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来,日本现在也要求完全废纸 核子,原子的核能的发电 来,我们来看核氏 7月31号的福岛市中心虽然下着雨 但是随着加入民众越来越多 反核人士的情绪更加高涨 拒绝还我干净福岛 拒绝核武,再造无核家园的布条 接上1700人的共同诉求就是反核 受到核灾严重污染的饭馆村居民登高一呼 说出了福岛灾民的心声 已经有66年历史的反核情报大会 今年首度遗失福岛格外引起共鸣 高龄77岁的演讲者是1954年 美国在比京的环交事报清淡 因此遭到高浓度辐射污染的日本移民之一 他把近60年来与并魔搏斗的心路历程 在大会上分享 敦促日本的反核意识开头 日本反核情报大会 每年三月在静岗 八月分别在广岛和长期举行 最后在冲绳齐河 今年福岛遭逢核灾 意外的成为游行地点 好 这是林中瑶先生 他其实上过新闻娃娃 我们邀请过他 他现在是核市监督 核市安全监督委员会的委员 他说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做核市论 他说他上书给马总统 核市不安全应该缓件 结果讲完以后 现在原子能委员会也要跟进了 原能会说核市停工是最有利的决定 你开始不是去认识到 其实我先跟大家介绍 林中瑶先生他不是反核人士 他是认为核电是安全的 他是支持核电的 这是他的立场 我给他尊重 他有什么会写这篇核市论 这是今年七月二五下的 有什么会写这篇 那就几天前而已 对 因为头前有一篇 他在去年的一月 去年的一月就写了一篇 核市场市运转测试重大缺失报告 一年半前他写了 但是没有人理他 所以他今天再下一个核市论 这篇我把它看完 其实短短的 简单来说 我们的核市场从设计施工到试运转到写这个操作手册 第一的标准来看没一个极限 没一个极限 他说完全不及格 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浅显易懂 他说比如说我们的航空公司要买一台飞机 我们一般正常的程序 我们的合一到合三是这样 我去跟波音公司买一台飞机 比如说我指明我要哪一型的 你帮我从设计制造到是非都没有问题 你开来台湾 交给我 我航空公司我的飞行员我来买 他说核市场是这样 核市场是说要买飞机可以 我们的航空公司自己来设计自己来坐飞机 华航自己坐 自己坐飞机 请问我们有能力坐飞机吗 我们台湾是没这个能力做飞机 但是第一次你就买来做 来试飞来买 当然会出问题 他里面写了很多事情 我本来不知道核市场问题才严重 你看看完我真的完全支持他 核市真的要停工 而且真的就算即使 怕停工有违约的问题要败人情 不然我们好我们把它去完 不要千万不能商转 你未来改成火力发电厂 改成水力发电厂 改成观光游乐区 我都没意见 他哪商转呢 商转我告诉你 照林中尧闲心下来 我认为会出大灾难 而且那个灾难恐怕比辅导还严重 因为别忘了 核市场在核一场到核二场附近 三个都在新北市 台北就撤退来台中就好 你要撤退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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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六青 你又要分林不要有空那大 六青安全 所以我觉得 马政府你如果真的抚这边 我相信 我在想我心里输得在想 现在去核市场的工程师 可能每天社会办 拜託 不要商转 商转我们真的没办法 是 弘义 六青刚才讲说像原子弹爆炸 是不是 那核市是核子弹 我的意思是说 问题这么多 刚才年号讲得很清楚 这位先生是怎样 是挺核的 挺核的立场是什么 核市不要商转 核市甚至缓建 反核立场 蔡英文立场是什么 核市不商转 弘义 挺核跟反核立场都是什么 核市不商转 理由不一样 可是结论是什么 核市不能商转 马总统你明天要不要出来交代 上次不是什么核能体检报告出来 说怎样 继续 继续啊 核市要商转 那时候马办还说 蔡英文逻辑不通 我觉得马办你明天才发个声言 说这位先生也逻辑不通 弘义 现在情况是 挺核的说核市不能商转 反核的说核市不能商转 我只问 那现在觉得核市要商转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是从专业立场出发吗 还是你有政治考量 还是你有政治现金的考量 我觉得核市才是大选的关键 马总统你赶快出来啊 拔掉扬习安 这不是重点 叫六清停工也不是重点 核市才是重点 为什么 核市旁边宏仪讲 台北新北市就三座 核市有这么大的问题 端家说不能停 你马上就继续看看 徐老师 我如果住在地堡 或住在信力互帮 我不知道有希望核市商转吗 弘义可能以后会有豪宅 除了防震之后 还跟你防核 地下室挖200公尺 让你住在里面 搞到这样 弘义那时候什么豪宅都不重要了 你去问看看福岛那些牛都不能吃喔 你现在看到日本牛 你现在会不会担心 是 核市 我记得 我们在讨论 第一次讨论六清的时候 好像是第三次大火 扶一下到第七次大火 讨论 还好呢 还好是六清还可以 我们可以讨论到第七次 那核能场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讨论到几次 一次就完完 这个核能场有什么开始 这些专家都开始说 因为这不可以发生事情 那天我有听他们说 我说一个理由 我们没想到 我觉得真的专家 他说这三个核电厂 北部三个核电厂 只要有任何一座核能场出事 另外两座都不能动 对 都在那个福射范围村 剩下那两座要做什么 剩下两座都要跟着关起来 山岗又去那儿 去那儿发电 这是百分之百 要安全的东西 连一点点落后就不可以 但是今天我们看 头头的修老师说到 马总统在你的核氏总体检 福岛发生事件 你说总体检疫 你的态度是什么 他好像说不太要紧 现在告诉你 到底那个总体检报告 我们看到没有 好像也没有 佛老师 我要听 恐怖的是什么 恐怖的是 吴敦义本来压迫核氏 在今年要上 百年后 要当成民建国一百年以后 但是 恐怖 但是现在问题 我们来看整个政府 马政府是怎么处理 难不经心 他想那些都没关系 他有没有真的好好检查 好好的检查 感觉好好地检查 我觉得另外一个 是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那是无人忠有 出来说一说 核氏不安全应该反建 不好意思 这个丹尉丹会出来说 原能会 说核氏停工是最有利的决定 那我做白人说 原能会的回应是他们说 你们这些都不懂 不要搞民粹 对 那时候跟我们说 核氏一定有过要停工 莲花机坐上 莲花坐上 他的副主委说 莲花坐上 对 那就是跟我回答的 对 对 那副主委就是 我拜託我们报告他到我回答的 他说其实那个基地就对了 有如莲花坐 尖落磐石 对 所以我说要 如果刚才有事 他说黑米豆腐就没事了 对 我是要说 林老师讲的这段话之后 他还是强调是停工 我原本以为 我原本以为是停建 因为当时我们在卫环委员会 召开那个会议之后 我们有做结论 有提个案 然后也有表决 4比1 4比1就是停工 要求他立即停工 然后全面检测 是 然后 这个政府完全没有在停了 然后委员长就讲的 刚才 郑大哥有讲的一段 他记得说 核实要快完成 对 今年底就要上业运转 对 上业运转是要给建国100年 离屋 离屋 刚才没有再说 所以我一直希望 不管是六卿还是说核实也好 我一直希望说 实在要让我议长 以前去做副总统 不要再说了 不好意思 他去做副总统也再说了 没有啦 他去做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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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跟郭先生说 红颜你刚才问 台北市以后豪宅 会不会弄些防辐射 我告诉你 现在台北市有个单位 已经开始弄了 士林夜市 拌地下死去 已经在准备了 我说 这我一直说 没人走过去 我觉得徐老师讲得对 这个就是下一次选举 最重要的一个 决战的一个议题 大家来看 你是要核灾还是要非核 是 我是告诉大家提醒的 就是说 这个政府包括台电 有把人的生命当尊重吗 第一 原者能委员会 真的有把人的生命当生命吗 那是无人重要出来说 吴敦有把百姓的生命当生命吗 恐怖 现在都知道这个政府恐怖 暗战多少的事情 那是无人重要出来说 啊 感觉说这不骗你了 只好讲庭建 恐怖 那如果真的让它运转 嘖 欸 我肯定地保 走走走走走到一百十万 十万就无人 那位大人要在家 对 等一下 我们先开放给大家看 先休息这广告